文字语于天地之间 圣人有余 本力而道胜 说文解字 实在是帮助世人求学明经的根本之要 学生想做一部专注 就叫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 它是我国第一部分析字形 说解字意 辨识生读的一部字书 它总共收录了9353个政治字头 绝大多数都是小传 另外它还收录了1163个古文 周文的作为重文 那我们知道现在常用的字 可能就3500多字 但是它收录了近万字 这么多的字 许慎是怎么去编排的呢 这个问题就涉及到 许慎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 它在众多的汉词当中 归纳提炼出540部 这样一个完整的部首系统 许慎那时候的部首 跟我们现在的部首 还是不太一样的 它不仅仅是个形体部首 它是形意坚固的 比如说 像嘉宁的这个家字 说文解字说 美也从注加生 这怎么解释呢 首先这个美也 它就是对家的意义的解释 美好的意思 作为从注 注呢 就是家的部首 那注是什么呢 注实际上就是鼓 它的古文字的字形呢 是像古代的竖鼓之形 代表一种喜庆的氛围 我们联想到其他从注的字 你比如说喜庆的喜 还有敲锣打鼓的骨 因此从注的字 它一般都是跟喜庆啊 跟美好啊 有关系 你再比如说这个羊 也是个部首 羊 说文解字说是祥业 因为羊呢 它在古代六处当中啊 它是主吉善的 所以这个羊呢 它就有了吉祥的象征 因此当这个字里边有个羊的 像美啊 像善啊 像吉祥的祥 它们的意思呢 也都是比较美好的 实际上呢 这540个部首 许正宜是根据形状跟含义 相统一 也就是所谓巨形细连 这样一个原则 按照子一中害的这个顺序 进行的编排 从一部开始到害部结束 凸显了汉字的规律 在说文解字以后呢 汉字这种表意的文字 才能够非常理性地 被理解 被考据 所以我们说说文解字 它是中国文字学上的 一个奠基制作 也是一个开山制作 听完老师们的解读 我真的是叹为观止 大家想啊 那个年代 哪有什么电脑啊 所以它就是在大脑当中 构建了这样一个 如此系统繁杂 而且非常有条理的 这样一个编排方式 这个许慎肯定不是一般人 那确实不是一般人呢 从小许慎就广泛阅读经书 后来败在汉朝的 古文经学大师贾奎的门下 这贾奎非常得意的弟子 换为许慎 拜见贾父子 五经无双 许书众 我久闻你的大脑 你可愿随我入东贯教书 国藏典籍 套如烟海 要教主经本 以教世人 责任重大 不知父子 要做这件事情 想花多久的时间 你觉得要用多久 一辈子 好 我的一辈子 加上你的一辈子 当时人怎么评价这个许慎呢 说五经无双 许书众 书众是他的字吗 你看当时的人是 赤手一经啊 一辈子就研究一部经典 但是呢 许慎这个人 他把五经都通解了 他就是一个人脑的检索系统 许慎呢 他不仅学识渊博 而且智学非常的严谨 他在撰写说文解册的时候 坚持信而有争 不知该缺 对每个字的说解 他都争取做到言而有据 他都需要去翻查大量的经典著作 他还经常去了解 争取大家的意见 博彩 众说 兼容 并序 正是因为呀 许慎他有这样的学识和学品 才能够成就说文解字 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字学的著作 我们汉字是自带文明密码的呀 汉字里头啊 体现了我们中国人 对世界的认识 对人生的态度 对价值的认知 那么许慎是什么人 许慎就是破解这个文字密码的人呐 他要始古锤后 就是我们金人可以认识古人 然后我们还可以把金人的观点 再告诉给后人 他希望后人接过他这个接力棒 我们典籍里的中国 也要借此机会 向许慎 向所有的一代又一代的文字工作者致敬 要是没有汉字 哪有典籍呀 汉字就是我们一代又一代 必须成绩下来 并且光大出去的东西 说得好 谢谢大家